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 富贵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们都别愣着 干活去吧 姨娘在吗 在楼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公子不认识这件衣服了吗 它是我姐姐最喜欢的颜色 没错 但你却是在利用它 来发现你的仇恨 是 姨娘 你可以报复我 在我已如死灰的心灵上践踏 但你不能这样故弄玄虚地 惊吓我的父母 你这样做 是在他们已经流血的创伤上撒盐 让他们已经冰冷的心血上加霜 你知道吗 和姐姐团聚了 你 你说什么 穷州来的消息 是谁杀害了他们 他们被暴民残害于穷州闹市 我可怜的父母 依然自作多情地认为 那还是大唐的土地 他们忠贞的本性被仇人所利用 于是 他们成为了当地最著名的 关于迂腐的笑话 成为了暴民的替罪羊 然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们的女儿 曾经同当朝的驸马 有过忠贞的爱情 你 他们曾经的成龙快婿 却忙着与你高贵的妻子 他们仇人的女儿 筹划另一出幸福 姬娘 你不能让已经发生的不幸 再继续扩大 你会毁掉一切的 我不管 她要为她母亲付出代价 正像我的父母 为我的姐姐付出代价一样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只要你给予她满足 你就是我的仇人 我们全家的仇人 你自己曾付出的感情的仇人 我提醒你 我是我们家唯一的证人 我不会看着这则 由别人编写的 关于我们家沉沦的故事 由于我的胆怯和忽视 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展 我目前生命的全部意义 就在于复仇 为此 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 告诉你的现任妻子及她的母亲 她们从此将不会再有任何行事的安宁 可她是无辜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 你为什么要替她掩饰 就因为她是大唐的公主 因为她有着比任何人都高贵的血统 因为你曾向她至高无上的母亲 许下过诺言 因为你有我姐姐纯洁的爱情 为你自己换来了乌纱帽吗 受起你道貌黯然的美德吧 不要再用保护家人的幌子 来弃人盖世了 你虚伪追求的下一个牺牲品 将是你自己的家人与双亲 没想到我的牺牲 是如此的没有价值 灰娘都是我的错 是我把他们逐到了穷州 是我 是我杀了他们 而我 却依然勾欠活在东湖酒里的长安 如同一举 丢了魂的行尸走肉 灰娘 你能原谅我吗 不 我不值得原谅 你惩罚我吗 殿下人都应该惩罚我 灰娘 你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你骂我 哪怕是责备我都行啊 灰娘 是 你们 让我回去 你要去哪儿 附近 回去 跟着我干什么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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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你走开 走开 你别拉拆着我 让我一个人 清清清清清清 我的丈夫 并没有因为我的身孕而感到喜悦 看着她日间消瘦憔悴的面容 我愈感到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她密闭的心灵中 蕴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从她和家人躲闪的目光中 从那个鬼魅的夜晚 营绕在这个家庭上空 挥之不去的琴声 以及两位老人惊慌失措的神情中 我明显地感到 这个隐秘何无愿意 所以她的程度 不会是没有人 你很不容易 对我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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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想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能够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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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们吵架了 我只是觉得委屈 觉得窝囊 结婚这么久了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 可是我自己又不知道 多谢多谢 我什么事 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那 我 我觉得你好看 好好看 哪儿好看 哪儿都好看 连哭的时候都好好看 谁哭了 那 那 皇后 堂弟五幽寺刚进宫不知深浅 还请皇后开恩就饶了她吧 太平 你留下来 三司 往后这种粗俗的月斑 不要再引进宫来 都下去吧 谢皇后 走吧 走走走 走走 程四 你也留下来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 你怎么了 我有点不舒服母后 本来我不想过问 但你的样子使我很担心 程四 把你昨天跟我说的话 再跟太平说一遍 怎么不说了 在下昨天去牡丹阁查户口 看到了驸马 牡丹阁 牡丹阁是什么地方 程四 说呀 那是男人常去的地方 不可能 程四 还有呢 听牡丹阁的人讲 驸马常去那儿 顶尾 让开 开身带 开身带 掌声 绊丹阁 能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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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给我搜 是 媳婦 快走 快走 给他们蹲着点 别别动 别动 快走 快走 几敏公主 屋里没有 下楼 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的幼稚 我的天真 只是我站在秘密的门前 都无所洞察 使我轻易地 一次一次地 和本该早就降临的厄运擦肩而过 殿家 有没有一个叫薛绍的人来过这儿 这儿的客人我全熟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女人的目光 使我感到一阵寒冷 像一把灵光闪烁的利剑 穿过我的心脏 叶儿有着超出她年龄的机智 和敏感 我想 这大概是来自于 她一生下来就开始的 孤独沧桑的经历 而唯独在看到我时 她是真诚的 那饱寒安逸的深沉目光 令我提前感受到了 作为母亲的满足和幸福 大娘 我听见小弟弟说话呢 好 你是滨州人 滨州安和人 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有孩子吗 小女生有一儿一女 我听见小弟弟 叶儿 过来 你自己选一个可心的奶娘 来 是她吗 是她吗 你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的 和公主在牡丹阁有过一面之缘 叶儿 你是看中了她吗 你 你怎么不在牡丹阁待着了 我听见了一个薄情郎的诱惑 他赎了我的身 又把我逐出家门 一想把她留下吧 把她留下吧 把她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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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 来呀 叶儿 你给我抓 给我看看 蠢 没想到济娘和叶儿这么好 看来叶儿真是没有挑错人 还是我来抓你 抓着了吧 你长得真像你母亲 笑起来甜甜的 她也喜欢灯 叶儿 她总是喜欢把屋里的灯都点燃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灯旁 看着火苗一簇簇跳动 然后哼着歌 美极了 姨娘 你说我父亲没有死 他在哪儿 叶儿 跟谁都不能说我是你的姨娘 怎么又枉了 姨娘 叔叔为什么不让我和姨娘在一起 叶儿 怎么又忘了 忘了我们拉过钩 跟谁都不能说我是你姨娘 知道吗 姨娘 叔叔为什么骗干娘 说父亲已经死了 因为她是个胆小的人 她不敢认你 她为什么不敢认我 她不喜欢我 她 喜欢 可是她怕你干娘 为什么 我干娘认识我父亲吗 认识 认识 不 你骗我 她不认识 好了 叶儿 睡吧 等你长大了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睡吧 你怎么再会把她的侧子 倒不认识 我把她的侧子都给你 我把她的侧子都给你 也不认识 不要 我把她的侧子都给你 不认识 我把她的侧子都给你 所以我们已经想起来 但我不愧是 我把她的侧子都给你 我承识 我把她的侧子都给你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现在就离开 楚风 你让我把叶儿带走 叶儿是我的儿子 你没有权利把他带走 好听吗 这是你父母最爱唱的歌 他们曾经唱给泉水听 曾经唱给小鱼听 唱给天上沉睡的星星 唱给清晨笼罩山谷的布埃 还有还有山顶那朵雪莲 当然还有你在摇篮中熟睡的小叶儿 你想学琴吗 嗯 过来 我就要跟你谈 叶儿不该生活在谎言中 你既然不承认是她的生父 为什么不让我把她带走呢 你知道 叶儿问我什么吗 她在追问 叔叔为什么要骗她 说她父亲已经死了 是你打乱了她原本平静的心 你不但背着我到寺院去看她 还挑拨我们父子的关系 向叶儿灌辱对她父亲的仇恨 你太残忍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在利用一个幼小的心灵报复我 这难道是你来我家的目的 叶儿迟早会知道她的身世和不幸的 到那时她不会去原谅你 她已经失去了母亲的爱 如果你对我姐姐还有一份感情 如果你有过长相守的誓言的话 那么我恳求你告诉她真相吧 这样她还可以得到一个 真正的父亲的温暖 要不然 你将是世界上最残忍的父亲 我姐姐和我的家人 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无畏 你想过没有 你不要再说了 你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放心 在适当的时候 我会把真相告诉叶儿的 我答应个惠娘 我从来 就没有忘记对她发过的誓言 你走吧 走 走 把腰挺直 嗯 我去给你拿垫子 嗯 春 春 给我拿几个棉垫子来 哎哟 叶儿 叶儿 你怎么了 我不是故意的 这怎么办呢 这是你父母留给你的唯一遗物 花多少钱也修不好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谁干的 是谁让你们动这把琴的 我在谈 叶儿在看 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让你不要动她 这不是你动的东西 对不起 我以为你会喜欢 我 你以为 你以为什么 你以为你会谈谈 就可以拥有长相守 拥有那样的感情 我 你 你太幼稚了 你不可能拥有 在你血脉里流淌的 只可能是浅薄无知的水 或是因为你的身份 让你独领至高无上的风骚 但永远 永远无法触及到一颗 质朴纯真的灵魂 叔叔 这琴是我摔坏的 走 你要干什么 干娘 走 你放开他 是我让他谈的 你为什么不争气 你知道你打碎的是什么吗 别打了 琴是重要的 可是你忘了 叶儿父母留下的 除了这把琴 还有叶儿无辜的生命 琴坏了 还可以修 可是 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 怎么向他们父母交代呀 秀 怎么修 谁来修 是你吗 你以为记忆和怀念 是可以被修复的吧 其实不行 他们更真实的 也不是你两个 置有刻板教堂的怀念 而是叶儿身心的健康 我坚信 他们高尚的爱心 绝对不会自私到 把自己的儿子 视作爱情的附庸 我想叶儿的父母 更不会降罪于儿子 仅仅因为他不小心 摔坏了自己爱情的信物 住口 这不关你的事 这一切都不关你的事 你 你打 要他就打死我吧 你给我住手 住手 你 你 你这个孽子 你再动叶儿一个手指头 我 我揍死你 你给我跪下 跪下 少儿 你想把你父亲气死啊 老爷 父亲母亲不要责坏他 都是我的过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不恨我 为什么不打我 骂我 你干脆杀了我好了 你干嘛要折磨我呢 你怎么可能不打我 帮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宇儿 这就是你母亲的墓 长香守 娘她叫长香守吗 不 这是你父亲 母亲 共同的名字 他们都藏在里面吗 不 只有你母亲 苑儿 你说得对 你的父亲并没有死 她还活着 以为你的母亲不让她死 让他为你活着 照看你 等你长大了 告诉你他们的故事 告诉你 曾经有过一个怎样的母亲 那他怎么从来没看过我呀 他现在还不能 那他怎么照顾我呀 他一直都在照看你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但眼睛一颗也没离开过你 因为 他答应过你的母亲 是他让干娘来照顾我的吗 不 不是 他照顾你 是因为他爱你 但是 他是个好人 我也爱他 我想让他当我娘 可他不是你娘 爷儿 你有娘 你有娘啊 一个人 只能有一个娘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呀 你见过 你还很小很小的时候 刚刚出生的时候 你见过他 我娘是因为生我而死的吗 是的 你要永远永远地记住他 因为他用自己的命 换来了你的命 干娘也要生小孩了 干娘会死吗 我不想让他死 我 慧娘 我对不起你 我没想到怀念 原来会变得如此艰难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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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听话 叶儿 嗯 方丈 请留步 阿弥陀佛 叔叔 说好的只住几天 叔叔 告诉干娘别想我 我很快就回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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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说 怎么回事 皇后受遇 请公主立刻回宫 皇上病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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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嗯 嗯 嗯 dudes 嗯 ports著げ 和 받아 原haft的是 officer, the Improvement. 先生, i mi à Má? 父皇 好好抚养你的鸽子 朕一直都在心里羡慕你 其实几个皇子里面 你最像父亲 当初朕也是躲在韩元殿里 摆弄些西域乐器 躲避权力纷争 获得内心的宁定 没想到还是没有逃掉 如果当初 也不会像今天 父皇 父皇 母后 父皇 父皇 皇后 皇上又昏过去了 皇后 母后 皇上已经不行了 陈太太 皇上已经不行了 我看当务之急是 皇后 皇上一席尚存 我们应尽到臣子里一份努力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人 请皇后率诸皇子与满朝大臣 前往太庙祈求上苍保佑 诸皇上逃过此劫 邓大人 太渔腐了 人有生死 天命难为啊 怎么在此关键时刻 还有此九幸心理呢 皇后 国不可一日无君 现在当务之急是早立太子 以免天下纷乱啊 裴大人说得对 不过 三皇子贤与四皇子诞 都年幼血浅 仓促嬴政难以服众 恐怕会引起天下纷乱 依臣之间现在立下诏书 告命天下 请皇后监国主政 待天下平静之后再慢慢筛选 则明注而立 皇上又醒过来了 这次恐怕是回光返赵 现在是最后时机 一定要请皇上选立新军 是啊 皇上 裴爱卿 臣在 皇上 皇上 你是真最信任的大臣 二十年前 你还是洛阳县陵 当时 当时 掺走你 钢笔子涌 初犯皇亲 也有人 宝将你 正职清明 终正不和 朕 找见了你 从那时候起 朕就知道 你是大唐的 东梁之臣 二十年来 你没有让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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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希望今后 今后你也不要让朕失望 你也不要让朕失望 不论怎样 你都要牢记自己的职责 皇上 立谁为太子 立谁为太子 皇上 立谁为太子 皇上 你就用手指吧 带 鞋 过来 皇上 立谁为太子 立谁为太子 皇上 记下来 立鲜为太子 三位 拜登 又有太子 杀照 若女 皇上 皇上 啊 你 我 你也出去吧 太平 你累不下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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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